中国福建近江市昨晚发生随机持刀砍人案 有9人受伤 嫌犯被当场制服当中一名乞讨人 他的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被送到医院治疗 大陆网友也在微博上贴出了砍人案的现场照片 现场血迹斑斑 目前嫌犯的犯案动机还不清楚